國內證照其實就有考到Python 我是覺得因為我自己有取得這兩張 其實這張程式語言的1到9類 基礎程式語言是1到5類 就是比較簡單 範圍的話基礎只有考5題 然後程式語言的話考9題 有重複到前面5題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你要考比較困難的話 就是這個程式語言 然後準備9類 9題 其實考的費用是一樣的 這個是基礎程式語言的話是考5題 費用一樣時間不一樣 這個是一個小時 5題考一個小時 這個的話它是考100分鐘 其實如果會的話真的不用100分鐘 大概10分鐘就可以寫完了 因為這我有去考過了 我算了一下我大概10分鐘就寫完了 OK 不過跟各位講它題目都已經 它是預先把題目告訴你 然後你只要把題目練熟 拿去考試就好了 但是一類的話有沒有有10題 就是10題裡面抽1題 所以它總共9類的話就是有90道題 也就是說你要把90道題全部練熟 然後去考試就可以拿到證照 及格分數是70分 其實不是說你一定要100分才拿到證照 你70分跟100分都是拿到證照 那9題的話第4題喔 20分其他10分 所以如果你要做的話 你可以先做第4題 第4題的話一次就拿到20分 然後你這個考試蠻特殊的 就是它是線上即時月券 也就是說你可以馬上知道你這一題有沒有分數 比如說你做第4題做完嘛 你把它上傳到雲端 它馬上告訴你 它如果亮綠燈 表示你拿20分了 然後亮紅燈 那錯了 怎麼樣 再改 改了再上傳 它無限次可以一直上傳 一直在確認 OK 總共你在100分鐘裡面 其實你只要拿到70分 就有證照了 那剩下如果你想說70分 還有時間 你可以再繼續做到100分 也是拿到證照 那70分 就已經拿到證照 就看自己吧 如果想要全部做完 OK 大概是這樣吧 如果有興趣同學可以了解一下 它有題庫的 坊間有賣那種題庫的書籍 你就把它的題做完 基本上 我是覺得不會很困難 但是蠻有挑戰性的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Python 你要怎麼再精進的話 可以把這個當成是目標 OK 那我們這邊好像下一期課程就是 就是這個 就是講這個證照 我是把這個證照的題目拿來上課 OK 所以如果你想要再更上一層的 再精進的話 其實可以再關注一下 OK 有同學去考 其實考好像狀況都還蠻OK的 因為我之前有輔導一整個班 全部都去考 每個人都通過了 他們程度就是每個人都像各位一樣 有的好有的不好 有的本來就會 有的本來就完全都不會 但是好像也還OK 主要是你願意要花時間比較重要 像這個東西真的很花時間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只要做一個地方 看起來好像 常常有同學會說 老師你做什麼都很順 我們做什麼都沒那麼順 到底你是怎麼 這沒有訣竅 就是我比你熟 就這樣而已 你背後一定沒有看到 我是努力多少失敗過多少次 但是我失敗不會現場秀失敗給你看 對我可能說一直 自己做不出來對不對 OK 總是要做到熟才能來上課 而且我上那麼多輪了 總會已經有一定的熟悉度 那如果你要有這個熟悉度 就是你就是要熟練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別的訣竅 就是你要願意花時間 像我蠻鼓勵年輕人的 因為年輕人時間多 當然一直打遊戲 打遊戲打厲害又怎麼樣 會頒個獎給你嗎 會頒個證照給你嗎 你如果去找工作的話 說我遊戲打很厲害 就會加分嘛 好像不會吧 把它扣分吧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就是這個順便的 因為我剛好就提到這個 所以我就順便想說 我要把這個網頁裡面的所有名稱 什麼名稱 你會發現這麼多有沒有 它有分這麼多類別 所以如果可以 如果每個都會的話 像這個是建築室內設計的 還有工業設計的 還有視覺設計 像Photoshop Ellotator 這邊都有考 還有甚至什麼呢 一些等等的相關的 像這裡我好像很蠻 我之前也教autocad 而且我教了蠻多年的 只是我現在沒有教了 沒有那麼多利器了 所以你如果google 那個什麼autocad教學 我第一個page也會出現我的 因為我之前教蠻多的 我自己自覺還是教得不錯的 只是說 現在主力還是擺在程式設計上面 因為我是覺得程式設計 畢竟比較不好教 就是說要跟我搶放碼的老師應該比較少 所以我後來想一想 autocad要教應該比較好入門 因為autocad畢竟是畫畫圖就好了 不用 但autocad裡面也可以寫程式 只是說比較少人設計也touch down這一點 所以如果說你希望將來你的競爭對手比較少的話 那你就要想一個專長 是別人都不會的 就是只有你會 最後呢 好像也要只能找到你 那當然你就不會有競爭對手 而且你的酬勞一定也不會太低 所以常常有人找我去上課 都常常問老師你可不可以不要要求太多 我們的終點費沒辦法給你太多 我想說我有要求很多嗎 我都不 只是說他們有個錯覺吧 我不知道 感覺好像要找你去 一定要給很高的酬勞 你才會願意去 ok 那表示說呢 可能他會覺得你夠專業吧 才會願意花那個 像藝人也是一樣 藝人不是有通告費 到底藝人多少錢 我們也不知道 不過感覺好像應該要蠻多的 對不對 才有辦法請得起某一些藝人吧 所以啊 以後你們 當然在職場會有一個價碼 如果你希望你的價碼不要比人要差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有兩把刷子吧 不然的話 你怎麼在職場上面 要能夠有更多的機會 其實機會都是還是要透過學習而來的 像這些東西我本來不會啊 那考證照也不是我一定要去的啊 但是我一定會去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不去的話 那感覺我就少了一張證照啦 因為我現在在蒐集證照嘛 現在我已經三十幾張了啊 好像跟我的學生比起來的話 我的證照算少了 但至少 感覺好像有一張我就去 好像之前有那種 Power BI的證照 我也去考了 ok 但是那個是國際的證照 原廠的 跟這個完全不一樣 那個是考理論的 考選擇題 那這個的話是實際上要上機哦 它就給你題目哦 然後呢 程式就是你要全部現場寫出來 沒有寫出來就沒有分數 好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們今天希望把這個網頁 裡面的什麼呢 特別重要 這個第一個是它的什麼領域 然後它的中文名稱 它的英文名稱 要分別把它抓下來的話 該怎麼做 特別一 你要先知道它的標籤 有沒有 那標籤問題如果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的話 哇 天啊 這怎麼找到 那個東西在哪裡 哇 還堆對不對 但是你慢慢應該可以看得懂它的標籤 這個是Li有沒有 所以好像有可以看到有沒有 這邊有認證單位 有沒有等等的 但問題呢 檢視原始碼還是不好閱讀 所以我教各位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我自己的習慣是這樣 我一般不會按右鍵 不會用檢視原始碼 我會用另外一個叫檢查 比如說呢 我今天希望知道這個建築有沒有 建築設計領域 這個名稱它背後是什麼標籤的話 一我會選取 二的話我會按右鍵 透過呢 這個Chrome瀏覽器 特別是嗎 就是我用Google的瀏覽器 它有個功能叫檢查 預設的話它會放在 顯示在右邊 我把它放在右邊 那你會發現這個標籤有沒有 它就會自動幫你選起來 選到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是一個DIV 然後呢 它的名稱 它的class 有class有沒有 那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如果要抓這個東西的話 非常簡單 我只要把這個網頁抓下來 然後呢 用那個find all 因為不只一個 find all方法 給什麼呢 給那個第一個是它的DIV 第二個是它的class名稱 把它複製貼過去就好了 所以我先show一下 第一個的話 我們要怎麼比較快呢 這邊 其實上面都固定了 imput一個request 這個應該還記得吧 request是要抓那個網頁 那我們就用那個什麼request 裡面的get方法 把這個網址貼過來 這個網址就是 剛剛這個網站上面這邊 有沒有把它複製 貼到那個get的後面 貼上去 這個就是它的網址 它就幫我把那個網頁的原始碼抓下來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的主角 BeautifulSoup 剛剛就這一行 FromBS import BeautifulSoup 裡面我們用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一樣的方法 這個BeautifulSoup裡面有一個 那我就把html 所得到裡面的 這個物件裡面得到的文字 放在這裡 特別注意 這可能要加個.test 然後後面一樣是html的parser 就分析它 利用它 那我再來寫什麼呢 特別注意 我這個後面的話 我先產生一個list 也許叫liste 因為第一個 那用什麼 用sp DN什麼 因為我要find的話 不止一個 所以用find all find all find all 那find all的話 我要find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 我的tag標籤 第二個是它的class 所以我先給兩個好了 給兩個雙以後 然後呢 我就直接什麼 在這邊找到這個dia 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你游標放這邊 它其實也會 可以觀察一下 有沒有 它這邊會 有點像反白的狀態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了 所以你游標移動一下 就會知道說 你選的是不是 你要的那個位置 這樣就不需要說 用那個原始碼慢慢找 這個是比較快 而且應該是不會錯了 然後呢 我知道說它的標籤 小於後面這個 叫div 所以我把div 複製 第二個的話呢 把class這個複製 div 不用複製好了 直接打就好 這個複製 這個copy 直接就把它點兩下 Ctrl-C好了 然後呢 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裡 然後這邊的話 就div 其實div 就是一個 像一個 切割一個板塊 其實在網頁裡面 就是一個 一個 一塊 一塊的網頁的區域 一個板塊 好 那我做完之後的話 我就可以把它print 假設我這個部分print print list的話 list1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就會幫我把 這個網頁裡面的 所有的那個東西 通通幫我把它抓到了 OK 再拉過來 這個 ctrl鍵 ok 然後呢 我就把它執行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就幫我把所有的div的東西 有沒有建築領域 然後 一樣第二個建築領域 全部通通抓過來了 所以 當然如果將來要抓第一個的話 一樣 中瓜湖 第幾個 第0個的話 裡面的資料的話就點test 所以這邊一樣 裡面的內容 那當然第一個 的話 就是建築 應該是那個建築 設計領域嘛 所以呢 底下的話我們可以 跑一個回圈嘛 你可以嗎 用for回圈 for i in range 好 然後呢 把它所有的 len 算一下它裡面有幾個 就是把這個list1 放到這裡面來 然後呢 加一個冒號 做什麼呢 幫我print好 print裡面的i 有沒有 一個一個的print 那裡面總共幾個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全部print OK 有沒有 全部都出來了 但問題 我還沒有 結束 因為只有抓上面第一個 我抓第二個 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 這個下面的東西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那這個在哪裡 你如果不知道 按右鍵 檢查一下 看一下 它放哪裡 H4 OK H4 那H4的話 你就可以抓這個H4 OK 那有的時候 當然你不確定說這個H4 它的總數 因為它後面沒有class 所以會不會有別的地方 也會有H4這個標籤 所以像我的習慣 如果我不確定的話 我可以用Ctrl加F Ctrl加F就是尋找 尋找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底下就會自動帶H4過來 那我習慣什麼 會稍微看一下 它的總數量 這個 我習慣是把這個上面三點 把它轉移 因為這個如果放右邊 我螢幕解析度可能不太夠 把它放Duck 有沒有本來是在右邊 對不對 把它改成在下面 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再看一下 Ctrl-減看一下 確認一下 這個H4 總數是不是就剛好 OK 我看一下剛剛好H4 沒問題 就剛剛好是全部 因為好像只有這個地方 是H4的標籤 那再來還有哪一個呢 這個 這個 英文的縮寫這個 按右鍵 檢查一下 那這個叫什麼 叫small 所以 我們就知道說 一個H4一個small 那我就可以程式怎麼寫呢 我可以這樣子 底下 再加一個 這個可以把它拿來Ctrl-C 然後這邊Ctrl-V一個 Ctrl-V兩個 然後把它怎麼樣 改一下 這邊名稱把它改成 List2 就是抓第二個資料 那我要抓的應該是H4 所以這邊改成H4 然後呢 這邊改成List3 然後呢 它裡面的話是用small 剛剛那個small 小字 OK 然後後面的後括弧 好 那這樣的話我就分別抓到 DIV 跟H4 標題4 然後small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就分別怎麼樣 把他們分別把它print出來看看 可是問題來了 我是如果把它print的話 那應該是我希望把它放旁邊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 我看乾脆我用什麼 再加一個什麼 再串接 中間也許加豆點好了 然後再把什麼 再把List2 有沒有 這個第一個是放那個建築領域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就再放什麼 這個List2 就是再把它的 這個中文名稱有沒有 它的中文名稱列出來 再放英文名稱 分別把它擺到我們的右手邊 這邊好了 這邊的話 再把這個 2 然後再來就是3 裡面的資料 最後再後括弧 OK 所以這個就是 抓到它的哪一個領域 就是這一個 目前這一個 然後再抓到什麼呢 抓到就是它的中文名稱 再抓到它的英文名稱 然後就 一個一個的列出來 應該懂我的意思 然後把它實際上print看看 知心 有沒有看到 這樣的話很快的 我們就從那個網站上面有沒有 分別爬取 第一個 這個 第二個是它的中文名稱 第三個就是它的英文名稱 所以看一下 應該是沒問題 有沒有 就這123 然後123 123 那只是說呢 它總共橫向三個 那我們是全部列在一起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分別 所以你會發現 應該也沒有很複雜吧 第一個 特別注意 可能要慢慢學會 按右鍵檢查 找到它的DIV 有沒有 然後它的這個class 按右鍵檢查 這個 跟這個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再把這些標籤呢 放到我們 總共如果你要抓三個的話 那我們用find all 那分別呢 有list1 list2 list3 然後分別就把它列在底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可以幫我把這個網頁裡面抓到的東西 存檔 乾脆存一個什麼呢 存一個CSV算了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網頁裡面我要的剛剛抓到的東西 自動就幫我存一個CSV檔 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前面有做過了 CSV 有沒有 存檔的話就兩行 只是說你需要把抓到的東西 把它串成一個字串 再寫出去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練習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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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